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3月22日是第32届世界水日 2024年我国纪念世界水日 中国水洲的活动主题为 精打细算 用好水资源 从言从戏 管好水资源 一个大国该如何用好水管好水 构建高效智能运行的国家水网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水安全和永续发展 去年5月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对国家水网建设 做出重大决策部署 国家水网是什么 如何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我们一起去看看 神州大地上大江大河的水利建设场面 这里是尹江补汉工程出口段的施工现场 去年年底 尹江补汉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以来 主隧道的绝境已经突破了1200米 尹江补汉就是从长江三峡库区 尹水至汉江丹江口水库 全程采用开挖碎洞自流输水 输水线路总长达194公里 尹江补汉工程被认为是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 这个工程一旦建成 就是它能够极大的提高 就是蓝水北调中线一期供水的保证率 这个蓝水北调一期平均吊水 每年是95亿立方 我们这个工程投产以后 就是能够提高到 年吊水115个亿 它增加到20个亿 相当于就是整个北京市 社会平均运用水的一半以上 尹江补汉工程 为什么被认为是 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 标志性工程 我们先了解国家水网的构成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指出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合乎为基础 引吊排水工程为通道 调续工程为节点 智慧调控为手段 及水资源优化配置 流域防洪减灾 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国家水网主骨架 由主网及区域网组成 其中主网是以长江 黄河 淮河 海河 以南水北调东中西三线工程 为输水大动脉 以重大水力枢纽工程 为重要调续节点 实现水资源南北调配 东西互际 互联互通 引江补汉工程 正是联通了长江 汉江 是南水北调中线输水大动脉的 重要组成部分 引江补汉工程建成后 将实现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 这两个大国重器隔空牵手 可有效提高 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能力 进一步提升长江 汉江和华北平原 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促进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加快完善 优化水资源配置 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的重要目的之一 我国的基本水情 一直是夏逊东窟 北缺南风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全国的人均母均水资源占有量 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在空间分布上 北方地区已占全国18%的水资源量 承载着46%的人口 64%的耕地 39%的GDP 在时间分布上 降水多集中在汛期 汛期的降水量 约占全年的60%到80% 同时 降水在年纪间分布 也十分不均匀 建设国家水网的目的 在意从国家层面进行通盘考虑 优化水资源的配置 促进水资源在时间层面 实现跨期调节 以风不哭 在空间层面上 就要实现南北调配 东西户际 着力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这里是尹江济淮空水线路 在安徽境内的最后一处枢纽 通过我身后的龙德提及泵站 尹吊水会被台声5米多 最终送往河南地区 那自吊水启动以来呢 已经有大约2亿方的尹吊水 送到了湾北地区 尹江济淮工程 去年12月正式开启全线吊水 作为大型跨流域吊水工程 尹江济淮工程输水线路 总长723公里 主要目的就是 调长江水到淮河 改善淮北严重缺水的状况 汇集安徽河南两省15个市 5100多万人口 尹江济淮工程 连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 被认为是构建国家水网的大手笔 淮河流域是国家粮仓和能源基地 但资源性缺水问题突出 尹江济淮工程规划上 多年平均吊水量是43亿立方米 遇到历史上特汉年份 它可以吊到80亿到90亿立方米的水 进入淮河 对于淮河以北来说 可以基本摆脱 世世代代缺水的困局 让完美群众能够喝上更优质的水 国家水网是一个复杂的巨大体系 同时也是现代化 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中国有自己的优势 一是我国河湖水系纵横交错 由于面积在50平方公里 及以上河流达45203条 常年水面面积在一平方公里 及以上湖泊有2865个 这就形成了复杂多样的 合乎格局和生态系统 成为国家水网的重要本底条件 二是 我国目前已建成了规模庞大的 防洪减灾 城乡供水 农田灌溉等水利工程体系 特别是像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等 重大引调水工程相继建成 这些国之重器发挥着巨大的效益 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 这些都迫切需要 加强水资源跨流域 跨区域的科学配置 另外呢 我国水汗灾害频繁 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区 很容易受到流域性洪水 强台风等冲击 要有效应对水汗灾害 就必须从水网的高度 来提升和完善 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补齐短板和薄肉环节 推进建设高质量 高标准 强韧性的安全水网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大腾侠水利枢纽工程的 纵向维艳 在我身后有一个测量 库区水位的水池 在圆满完成2023至2024年度 枯水期水量调度任务后 库区水位又即将 重新续回到61米正常水位 全面发挥对珠江流域 水资源配置的关键作用 保障澳门及珠江三角洲 1500万人的供水安全 大腾侠水利枢纽工程 是集防洪 航运 发电 水资源配置 灌溉等功能于一体的 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工程 去年9月主体工程完工 大腾侠水利枢纽 被认为是打捞国家水网 重要节点的标志性工程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钢要 从钢 木 节三个方面 规划了国家水网建设的 主要任务 国家水网之钢 主要是指大江大河大湖自然水系 重大引吊水工程和骨干输牌水通道 例如引江补汉工程 引江济淮工程 国家水网之墓 主要指江河支流 中小河流和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 像甘肃引桃供水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 向雄安供水的雄安干渠工程 国家水网之结 主要是指具有控制性地位 控制性功能的调续工程 大腾侠水利枢纽 就属于国家水网众多集中的一个 大腾侠工程 设有15亿立方米防洪窟窿 是珠江流域防洪调度的关键一话 珠江流域每年的10月到 次年的三月枯水期 河口的海水倒灌会引发闲潮 我们工程从2020年投入运行三年多来 已经先后16次参与珠江流域 应急吊水压险不带 累计补水量达到25.7亿立方米 凸显了流域骨干枢柳王牌作用 根据管理权限和分级管理的要求 国家水网分为国家骨干网和省级水网 市级水网 县级水网 截至2023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部编制完成省级水网规划 市级县级水网规划也都在加快编制中 目前有10个省自治区正在推进 省级水网先岛区建设 2023年我们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年完成水利投资 11996亿元 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 2024年 我们将深化水网工程前期论证 再推动一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建设 重点推荐80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前期工作 这里是苏乐河 苏乐河是甘肃省三大内陆河之一 干流全长670公里 是甘肃省级水网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春天的到来 3月15日 苏乐河迎来了新一轮的开闸放水 既为下游水库补水又助力春耕 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次放水引入了数字孪生技术 进行全过程仿真预演 以前人工放水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精准地预算出 它的到达夏季的时间 通过这次调回水的预演 我们可以精确地知道 到达夏季扎门的时间 流域的精准调度 一直是水力上的一个难题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仿真预演推算 这次供需放水370万立方米 河水于三天后 精准到达夏游水库 精准预测的背后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职称 近年来 苏乐河流域利用卫星 无人机 物联盟等监测感知技术 搭建起实时水清生态监测系统 利用水力专业模型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 在数字空间构建出一个 数字孪生的苏乐河仿真模型 与限时流域同步仿真运行 迭代优化 以实现对限时流域的 实时监控 优化调度 实现水资源的精准管控 数字孪生的最重要的 两个应用端是防洪 再就是水资源的调配 因为它是完全精准化 智能测量系统 就是过水系统来 达到了从厘米级 向毫米级的精细化的管理 可以达到解水30%以上 建设数字孪生 输乐河流域 只是建设国家数字水网的 一个缩影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 建设物理水网的同时 同步建成国家数字水网 构建国家水网调度指挥体系 是加快建设国家水网的 重要目标任务 目前 在全国七大流域 和多个省市县 以及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的 重点工程 已经开展了 数字孪生水网的 先行 先市建设 国家水网的运行调度 是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工程 只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对国家水网进行监测感知 模拟分析和潜在预言 充分发挥数字孪生水网 永不疲劳 永远在线 持续运行的特点 实现对水网的运行状态 全天后 全天时 24小时在线监控 找到最优化的调度方案 发现水网运行的风险和隐患 才能实现国家水网运行调度的 前瞻性 科学性 精准性和安全性 水网建设起来 会使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 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把目标年设定为2035年 也就是说到2035年 要建成国家水网 形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国家水网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朝着国家水网建设目标 全力以赴 苦干实干 不懈努力 一个安兰 高校 生态 宜居 智慧的国家水网 必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会就一幅造福中华民族的 世纪画卷 感谢收看今天的《卷连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